梁冠华稍微好一些 何彬在仁义这边演的是最多的 当然这二位基本上就是在仁义长期 是技术骨干一样的存在 但是不参与什么实际管理的 冯远征他就是既参与仁义的一些表演 同时还参与实际管理 因为他有个职务的仁义议委会副主任 主任就是前不久刚刚去世的 遗憾去世的人民院长 所以说主任去世 分管业务的其中一个副主任上任 这个第一个说得通 另外就是冯远征这边有个加分项 第一个就冯远征是知名演员 在影视圈里面的人缘极好 到时候仁义你比方说有需要的时候 他还能利用自己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影响力 拉来一些有意义的资源 最关键的是冯远征又有管理经验 仁义现在也像中西北电一样 也有自己的培训班 也是自己在这边开班教表演 那冯远征在这个中间就出了很大的力气 不光说是讲课的老师了 而且还是实际的管理者 这边是冯远征的管理者